大鍋翻炒蔬菜 另一頭志工也正研究 怎麼把十二樣豐富的菜色 裝進飯盒 台東慈濟志工冬令發放 今年依舊因疫情取消為爐 但款待照顧戶的心意不能減 真的是用感恩 尊重愛 來把這個便當做 所以我們所有菜式 都是它平常在用最好的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都在花蓮 專程的話你去栽培兩個 這樣給他們戶開開 那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慈濟在台東 長期關懷965戶弱勢家庭 每年歲末志工邀他們 回進司堂團聚 62歲的侯阿嬤 獨立撫養一對孫子 經濟上的缺口 靠低收和社福團體的補助撐起 樂觀的祖孫三人 分享他們的新年願望 去年九一大地震 台東災情雖然不像花蓮那麼嚴重 但志工依舊請全力相助 縣付相關人員也特別致意感謝 希望今天東運發放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接收到這樣的愛跟光 能夠傳達到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面 透過這樣的愛跟光 我們自己也可以發亮 發光 照亮自己 照亮我們的家庭 提前過年的喜氣 隱瞞了整個台東聯絡處 不只禁司堂內滿是溫馨 志工在戶外也設置了各種攤位 與照顧戶同樂 歡笑聲中 喜贏突眠 大愛新聞 真是比志工 林素月 王俊傑 台東報導 火災 百市雅 車中間 俊傑 小雪倭